在人权团体谴责人民基本自由遭到侵犯的情况下 埃及总统赛西仍透过强势干预 一如预期的成功连任 取得再四年的总统任期 不过由于赛西在选举过程中被控迫使反对派弃选 此外此次投票率只有41%不但未过半 甚至比2014年大选时还低 因此即使赛西胜选 仍然被认为是在公平的状况下赢得民心 尽管如此赛西的支持者除了表达支持外 也期待赛西能为埃及带来更好的未来 根据埃及全国选举委员会2号宣布 赛西在3月26到28号的总统大选中 获得97.08%的选票支持成功连任 赛西胜选后向人民做出了承诺 然而在高得票率的选举结果背后 充满了对赛西操作选举的指控 尽管这次选举还有另一名候选人穆沙共同参选 但他被认为是赛西的傀儡 在登记截止前临时参与 让大选不至于成为独角比赛 至于其他反对派人士则早已被禁止参选或弃选 另一名被认为会对赛西造成威胁的前总参谋长安南 甚至在宣布参选后就遭到逮捕 人权团体批评 赛西主导的这场选举既不自由更不公平 不过赛西的支持者在选举结果出炉后 仍开心表达对赛西的支持与期待 尽管赛西的作为引发各界批评 但随着大选结果尘埃落定 赛西能否实践承诺带领埃及走向更好的未来 或许是埃及人民对公平选举失望后 还能重燃的新希望 央广编语秋其重报道